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和他最喜欢的孩子 其实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我又好几个人 也没有办法睡觉 我也没有办法去面对 舆论的风口浪尖 也没有办法去面对 我朋友深爱和有爱的关心 后来我就 我导致了一个幸福 宇宙而幸福而著名的国家 叫尼泊尔 我还觉得佛祖 释迦摩尼出生的地方 叫南边尼 我住进了一个苗里 想要利用寺庙的静静 和它超越内智慧的力量 来修复我自己 我跟僧侣们一起吃中 一起修夕服 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半集中 眼睛磕头 当时我特别明白 敬文里讲的是什么 我也不是特别人懂 磕头是没了什么 但至少 当我磕到第一千个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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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我的睡眠改善了 我已经睡着了 我也是 我开始 原作小运出生的人 昨天忍不住 开始给小和尚上音语课 也是因为 你在妙里面不开始的那种 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在寺庙欢迎给人家去挂岸 一个晚上 两个晚上 我给他 但是我已住住了一星期 所以 开始以他的熟维电脑 上个音语课 就跟他一项感激 当然了 很多的时候 我是向师父求助的 这位学员发誓 当时我能花很多时间 跟我聊天 我问了很多问题 他回答了我很多方式 我是特别明白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什么叫 就是你 看不见 我们找的一些东西 但我觉得他 不明确 所以以后来 是不是也放弃了 但是我 也做不出 也没有学会影响 那你要 作战不适合你 要不你试试 走去 你走走 所以 一万万不够雪山 美的雪山 我就顶纵了师父的建议 用行战来带进作战 去思考 关于人生的一些道理 所以 但是连续四天 都是 英语天天的 或者正面像一个 倒地的小孩子 坐在后座上的小孩子一样 天天就问我的导游 Temmy 雪山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雪山 直到 第四天早上 Temmy来敲我的门 我说 雪山 来了 所以 有时候 这是我第二次 遇见 灵灾之波之的次 我说 有些时候 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不知道怎样去 去找到那些 看不见不得的东西 他有时候 给了足够的耐心 他又会出现出来 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在地部外 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是要对我来说 很勇敢的事情 因为我胆子挺小的 我尝试过攻击 爬上去都滑下来 脚软的 但是这个活动 我加烈建议每个人去试一下 滑翔伞 它是我最精密的一次 跟联工的互动 它是我最接近自由的一次体验 我跟老鹰在一起飞 我听见了天空的声音 我觉得 那你之前放不下的东西 在那一瞬间 就放下了 所以有时候 要去触摸 那些看不见不得的东西 你需要一点点勇气 在这些练习 十分之一 这一位发师 叫贵黄师 他是我在台湾 远世的一位得道高森 他在离开佛光山之前 实行一位发师 坐下佛学院的院长 但是他厌倦了 精密为父皇的风妙 他决定到明前去做一些小小的简单的寺庙 让老百姓可以去的寺庙去学习佛法 不是去烧香的地方 他也在尼泊尔修了一个学校 叫沙米学校 他把18个中国的孩子带回来 他们很多都是在流浪在街头的乞丐 他把他们收在自己的病院里 教他们英文 读书 尼泊尔文 教他们指示 教他们说法 自从我了解了这个项目之后 我一直是用捐赠的方式去支持他 但这一次我决定去背叛一下这些孩子 这就是那个沙米学校的18个小沙米 我给他们上读文课 上英文课 我也会教他们这么多风车 然后带他们出去跑 我给他们买了一个大小四代的无人机 让他们可以像我一样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从边上看下来他们自己居住的平坤的地方 当然对我来说 收获最大的事 我每天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看守一所沙米学校是如何运作的 这些小沙米是怎么学习的 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说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看他们一天四天半的西装 然后也是年轻 明显 暗号啊 很长 暗号的事情 去思考 去思考 我们这辈子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你看他们的认识 我们的感情 他们照顾自己 自己做的给自己吃 那是十八个 十一岁到十七岁大的孩子 师父经常不在 师父在外面去红发 去红发 他们不在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觉得 照顾自己 自己学习 他们也有一个话话 然后 这是他们画的话 特别特别的感情 在他们在一起的一星期里 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我觉得不是我在给他们上课 是他们在教我 教我很多很重要的功课 因为沙米学校还没有足够的钱 去介绍真实的学校 所以他们 住了一个房子在里面住 没有床了 所以我必须下人去找地方住 那个地方很便宜 我找不到日馆 但是我找到了一家孤儿园 所以我在这个孤儿园里住了一个星期 我也开始跟孤儿园的孩子 他们一起玩 然后我也 因为白天他们要上学 白天我也在沙米学校教课 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叫他们挣钱挣合 我会给他们建了一个家庭姻园 他们 还容易就相信一个人 爱上一个人 他们每天早上会坚持让我去送他们去上学 去上幼儿园 每天 每天在一起的时间我也特别感动 看见他们四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我想照顾 相亦因为一名的养人 没这么多人 但是他们的妈妈 所以在孤儿园的第一星期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些孩子 有所有的孩子 但是他们比谁 都有更旺盛的神秘力 他们比谁都不幸 但是他们 充满了感恩 每天在面上都充满了微笑 他们都还会照顾自己 感动成这个鼓鼻的爱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我救护员的东西 在我建国的很多学校里 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阿弥学院也是一样 我看到了这些孩子 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 我们 周里都照顾工作 周日 周日会睡个懒觉 他们不会 因为这种高度的子民 师父不在 他们也会这样做 他们每天 花时间去影响 去深度地思考 思考那些 教科书上没有讲到的东西 而且他们也是 老师不在的时候 是大孩子 叫小孩子 他们也是 小孩子 他们不会放来 出去 不会互相伤害 他们有一个非常善良 和非常精简之心 他们做事情有底线 不会伤害别人 其实是有蚊子 尼泊尔的冬天 也是有蚊子的 我们人类太自大了 我们看见蚊子 就会拍死它 但是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不会因为蚊子 让我们很痒 我们就 剥夺了他们 尊重的权利 这就是 他们的功课 我们的学校里 我们现在学校里 没有教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学校里 没有教这个东西 所以从不然回来 我发现 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我们 还有高明 上学 和学习的局面 我们学校里 在忙着教什么 都是在教一些 没有用的知识 就是那些要考的东西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 考完了以后 就没有用了 都是曾经保送 北大学 我们孩子 花了这么多时间 就去学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也误会了 教育和训练的区别 现在教育权和背训权 已经不信谁是谁了 但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英国教育家 Kate Robinson 绝世 她说过一个很好笑的比喻 如果你的女儿 从学校回来说 爸爸 今天我们学校里 教了新知识 你会很开心 你知道 学校为你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你的孩子不会再被 大人欺负了 但是如果你的女儿 会来说爸爸 我们今天学校里 新训练 sex training 你会这么想 但是现在我们的学校 做的不是 education 的事情 我们做的就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让孩子熟能生巧 去面对那一场场可能的好学 所以我们好好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上了一个好的小学 是为了上一个好的高中 上了一个好的高中 是为了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们不以为上了大学 这个孩子就OK了 当然你就不用操心了 但是你们再看一下这一只数据 北京大学 心理葡萄中心的副主任 徐凯文老师公布了这一个数据 我不念了 我念不懂 多么可怕的数据 如果你们觉得 这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我们逃去美国就好了 我再给你看一组数据 美国的本科生 现在百分之四十没有拿学历 就离开学校 可能是那些名人 叫不死那些是初学了 很多名校的不同的学生 也不想念了 为什么 因为学校已经不但是 还是那个知识的殿堂 我们不需要 一定要在学校里才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 不是一些小修行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 所以我们在美国 我下课之后 有机会在美国和中国 看完整重新的机构 重新的学校 美国的小利亚哥的 我还在海中学 已经达到破坞了 有十五年的经验 告诉我们 旧的高中的方式 已经不行了 一所完全用项目制学习的学校 已经挑战了先行的高中教育 没有 没办法大学 一群又高校里 认受不了这一百年的 旧的大学体制的教育者 挑出来 所以一所全新的大学 在挑战 现在已经老秀的大学的教学制度 所以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发生了 我的好朋友 汪剑雷老师 他差不多这样一句话 整个教育体系 迭代的时刻进来 我们不是说 要改一改课程 也要是做培训 我们要添入 这个旧的教育体制 我们应该去至少建立一个 垂直的教育生态 一个重新不归的生态 我做小小的时候 我回答不了 他可能的一个问题 你的背头书院 像一个我跟我忙一样 我的孩子 从一只小毕业了可以去哪里 我回答不了 我只能说 只要你的孩子 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 一定会有一个地方 容得下他 让他成为他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有看见更好的案例 但现在我们已经要 我们建立博士在中国做了三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 至少可以去移途学校 这样的学校 去做一种全新的平时的教育 北大府中的大学学院 一群二十岁十地岁的孩子 正在勇敢地去设计 去建设 美来的导致 美来的导致 共产度科大学 一群在美国的度科大学 都忍受不了这种旧的体制 这种腐朽的 威大的大学教授 跑到中国这一片希望的田野上 有钱有人的田野上 来开出一个新的大学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些选择 而且今天几位嘉宾也说了 我们不一定要上大学 是OK的 只有孩子 知道教育怎么回事 所以即使这些学校 还都是小小的学校 但是我们希望 教育是一件前瞻性的事情 而不能让我们 停留在孩子线下的狗狗英语 要让他们看见未来 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 我觉得 为这些理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社会 要寻找着 要做这样的事情 是怎样的一群人 而不是说他们学过什么 只是考过多少分数 所以 我们现在需要一种 全新的 比人家的事情 一些比分数 比名字 去把孩子 分成四个六股等等 更加提醒 所以 现在 很多人问我 其实不是你在干嘛 你不好 我的校长不做你干嘛 所以现在 我就愿意借这个平台 供服我 新的身份 我作为 创新教育研究员的任长 我希望 可以用我的一点点勇气 和我的同事们 和我们在美国和中国 寻找得到的一群之同 要和的交易者 我们用最好的技术 去重新制定一套 新评价体系 一些评价那些 不可触摸的那些数据 那些我们以为 不容易去跟我的东西 不一定 不重要 那些不容易跟的东西 有可能 真是决定的人 为了为了为了 可以不够 走多远的那些 还没有标准的那些 软实力 那些我们在沙迷 叫沙迷身上 孤儿身上 学到的同路系 所以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完成这个实力 我不知道需要多久 完成这个实力 但是 我能够继续 为这个世界 我能够继续 我能够继续 谢谢